欢迎收看财富自由 我是刘兹林 今天要来讲一下 跟台湾国安问题有关的人口结构议题 其实根据国发所最新的预估 台湾最新的人口跟人力推估在 65岁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14.6% 那如果往时间再后面一点点 你可以看到2025年将会突破20% 人口慢慢老化 大家年轻人又不生小孩的同时 未来的台湾社会结构就会呈现少子高龄化 在这样的结构当中 其实未来要掌握自己良好优良的退休生活品质 就必须要靠这个台湾规划 所以里面的重要性 我们今天请到了重量级的贵宾 跟线上的观众朋友一同来讨论 我们要来欢迎的是 元大金控的策略长吴杰 吴策略长 策略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策略长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过去讲到了这个高龄化 你自己也有感觉身边的朋友 目前慢慢年纪变大 都开始有这种危机意识了 是啊我想今天一开始主持人 讲到这个节目攸关国安 我就很担心我们的观众朋友 会不会转台千万不要 因为今天这个主题呢 其实最适合看的人呢 其实是年轻的朋友 那我想年轻的朋友 为什么适合看这个 因为其实这个真的是 攸关自己的未来 而且你的未来可能会很长 我常常跟朋友讲说 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他说请问好消息 坏消息你要先讲哪一个 我说这两个都是同一个消息 就是你可能会活到100岁 或者是更长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一句话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问过我爸爸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公务员 大家65岁就要退休了 他就回我说 因为70岁的时候 大家我们就要去跟他三鞠躬 那因为在当年的那个年代 的确台湾的人 一般大概70多一点 大概就已经要到 往生的这个年线 平均的年龄 对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生活周遭 90几岁或者100岁的人 越来越多了 对 其实很多企业界 目前在台面上的人 都是90好几了 是 那我们也不要讲这个 我们就讲一个 我自己亲身看到的案例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是台大医院的医生 那有一年过完年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吃饭 我就问他说 你过年期间忙不忙 他跟我说 他过年期间很忙 因为他在台大医院的病房留守 那我说 那这段期间怎么样 他跟我说 送走了四个病患 就是往生的病患 那我说 他们大概年纪都有多大 他跟我说 最年轻的那个92岁 最年轻的那个92岁 那我还有一个朋友 他是跟我讲说 他的哥哥是台北 好像北投那边的一个里长 他说每年要发 那个敬老津贴的时候 有一个规定 100岁以上的人 要里长亲自送到府上 这表示一种尊敬 他跟我说早年 他那个哥哥当了很多年里长 都还没有等到 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 那个哥哥以前 可能在里内 没有什么机会发的 他说最近 他说光是那个里 都要跑十几二十个 100岁以上的人 那这个表示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在未来的 我们的社会 不要讲未来 其实在现在的台湾社会 我们都已经看到 这个高龄的 就是人的长寿 这件事情 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了 那我刚才在讲说 跟你讲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说 你可以活到100岁 或者有人说 你也能夹霸力 这个到底是好事 还是坏事呢 就是坏事的时候 我就问了说 那请问你活到100岁的时候 你要干嘛 你要怎么活最后的100岁 那我们如果 以金融业的观点来讲 凡事就看的就是风险 那看风险的话 就有一个 那长寿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那有我们大概讲 长寿的风险 又老又病又穷 就是又老又病这件事情 我相信是 我们人无法逆转的事情 无法控制的事情 但是穷这件事情 就很有可能 就是所谓的长寿的风险 那以我们的邻国来讲 那个日本 日本在大概好几年前吧 当时还是安倍首相的时候 他的这个政府 推动了一个宣言 叫做人生百年计划 这人生百年计划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日本政府 从那一年开始 所有的公共建设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 社会保险的精算的假设 都要以人的平均寿命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 要活到一百岁 来当作是一个规划 那这个一百岁的规划 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我随便讲 我们讲最简单的案例 如果大家常常去 我知道台湾的朋友 很爱去日本旅游 你就会看到 日本很多比较老旧的地下铁的车站 它目前为止都是要爬楼梯的 那如果你这个社会 很多人都是一百 九十几岁一百岁的老人家的时候 你要怎么爬楼梯 所以你在这种事情的考量 就要去想清楚了 那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 我们想到我们平均年龄 可能会接近一百岁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要知道 当平均寿命一百岁的时候 我们身边可能就有人 会活到一百二十岁 这个就是统计学的概念 那我们就讲一百岁好了 最基本的就是一百岁来讲好了 请问芝琳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零到三十岁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在读书 然后准备出社会 是吗 那三十岁 你快要三十岁了 谢谢 三十岁到六十五或七十岁 你大概就是你人生的 什么的 我们应该怎么讲 就是努力工作 工作的精华期 但是时间都卖给了老板 是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那请问 三十岁到六十五岁是几年 三十五年 就是你努力工作三十五年 六十五岁到一百岁 也是三十五年 也就是说 当你的退休的时间 跟你工作的时间 一样长的时候 那你怎么去规划你的 未来的退休生活 那就会很重要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了 又老又病是必然 又穷就不是必然了 那我们未来所谓的 长寿的风险 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讲 年轻的朋友来讲 又老又病又穷 怎么要让自己不要又穷呢 这件事情成为是我们未来 这个接下来所谓的 这个高龄化社会 最重要的事情 虽然现在我们是年轻的朋友 因为崔会长跟我都还算年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会面临 什么的危机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刚崔会长讲了这么多 因为高龄化的时程 已经即将要到来了 虽然我们现在还是2020年 但你看这个字卡上面的高龄化社会 从1993到2018年 然后用了25年的时程 但是呢进入了高龄社会 7年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 那这个时间点进程非常的短 可能只有三年 我们就要马上预见了 而且预见的同时呢 这个人口的比例 65岁以上老人的人口占比 可能会超过4成 那我们抓如果再大胆一点 4成5成都有可能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身边 这么多老龄人口 那我们也要变成 老龄人口一份子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其实在这个 历年出生人口的推移 我也不知道策会长 有没有感觉说 身边的同事 好像小孩真的生得很少 是啊 所以我刚刚讲 台湾会成为 不要讲台湾了 我相信任何先进国家 都有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高龄化社会 其实除了长寿 是一个医疗科技 造成的长寿之外 少子化 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 那当这两个 加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会快速地进到 这个高龄化社会 那我想从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好了 这个图卡 就是我们台湾历年的 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推移 我相信这是一个 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 为什么我这样讲 我不晓得你几岁了 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以前台湾 常常有一个叫做家庭计划 就是政府会宣布一个家庭计划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当时的口号叫做 两个孩子恰恰好 男孩女孩一样好 对 然后一个孩子不嫌少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时台湾的这个 生太多 生太多 然后造成了政府的负担 非常重 那这个 我们就看一个 出生的人口数来讲好了 我们台湾的有史以来 就是走在路上 你知道哪一年出生人最多 哪一年 19 我可以偷看吗 你可以偷看 1976 是的 1976是民国65年 那一年是龙年 龙儿最多 是的 你只要看台湾只要碰到龙年 那一年的出生婴儿数 就会特别多 所以1976 1988跟2000年都是龙年 这个三个龙年 都是相对人口 在跟前后比起来 人数最多的 最高峰的时候 那龙年那一年 1976年那个龙年 我们台湾的新生婴儿数 好像是42万多 42万多这件事情 那我不希望身边有没有 我们电视机前面 有没有1976年出生的朋友 你一定不是 你可能是 在后面一点点 对 2000年前后 那这个 如果是1976年的 那一年出生的人 我都说我要好好安慰你一下 因为你从小的升学压力最大 对 他考试 百分比建中都要这个百分之零点几 对 那个才有大学联考 录取率都特别低 那这些龙年的 这个这一年的人发生 就他有四十几万人 但是我们从这个图卡来看 在台湾这个1970年到1980年的时候 台湾每一年平均的新生婴儿数 都有四十万人左右 就是平均的数 四十万人 我们就记得这个数字了 那后来政府推广这个 事实上我讲 1960年 1960年到1970年 大概也有四十万人 三四十万人 这样后婴儿潮 还是在移民 很多因素 很多因素 那后来因为政府终于受不了 要推广家庭计划 所以我们看到到1980年以后 在图卡上看得出来 人数慢慢慢慢降低到 三十万人附近 那这个三十万附近 在这个相当稳定的数字 我们在台湾 每年的新生婴儿数 大致就是停留在这边 代表这个政府政策 实行的还真的蛮有效的 是的 但是问题来了 到了1998年的时候 台湾的新生婴儿数 突然那一年从32万人 突然急降到27万人 我们在图卡上 有没有看到 在1998年的突然有一根 往下掉 然后开始往上涨 就是2000年 那1998年那个时候 就开始碰到 97 98年的时候 就开始凸现 这个人就突然就 新生婴儿数 突然少了这个5万人 你知道这个5万人 是不得了的事情 为什么 这个当然是题外话了 1998年的人满18岁 是2016年 所以这个导致我们台湾的 2016年的私立大学 出现一个危机 就是入学的人数 突然变少了 那这件事情 其实影响台湾 它不光是这个 什么私立大学的生存 存亡这么简单的事 就是说严重到是什么 我们台湾的报纸上 第一次出现少子化这三个字 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 就这件事情的影响深远 那为什么影响深远呢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这个图 我们从这个1998年 开始出现少子化之后 这个新生婴儿数 就不断地在降低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2000年以后 我们的新生婴儿数 又总已经降到20万人了 那到现在 我记得去年大概是15万人 那今年听说比15万人 还要少 当然今年还没有 还没结束了 但是以现在内政部的推估 恐怕比15万人 还要再略低一点 那这件事情呢 这个新生婴儿数少 这个然后人又越活越久 那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呢 这个待会就是什么 人口结构的改变了 好我们讲人口结构的改变 其实有非常多 企业也面临到 这招工也会有问题 我们要找人才 也会有一些断层 那过去呢 其实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 我也看到很多的年轻人觉得 哇现在因为台湾的经济成长 动能不足 所以他必须要到东南亚 到海外来另立机会 所以整个结构性的改变 其实是蛮令人担忧的 那继续在台湾生活的 这些中高龄的人 即将要步入的 就是台湾人口结构 整体改变的问题 所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也看到 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们小时候在公民课本有看过 这个正三角跟倒三角 到底有什么样不同的意义 这个我先讲 人口结构的变化 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从这个图卡上可以看出来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台湾有史以来 新生硬儿最多的人 就是1976年 那请问他20岁那一年是哪一年 1996年 所以在1996年那一年 我们大家想象中认知的人口结构 是一个正的金字塔形 为什么呢 下面年轻的人很多 那上面的人为什么少 因为他到了七八十岁就往生了 所以这些人就会变少 那这个是一个健康的环境 为什么 这个健康的结构 因为下面的年轻人多 上面的年轻人 上面的高龄者少一点 那我们这个社会 等于就是年轻人去养老年人 那您看1996年的时候 这个社会上比较中间的 二三十岁 或者三十岁到四十岁的 大概就是1960年代出生 到1970年代出生的人 他就是社会的主要在公养 中间份 对 那这些人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讲实际的状况 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想象 为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2046年 就是1976年的人 满七十岁那一年 就是2046年 2046年 我们刚刚讲的那群 很辛苦的民国六十五年次的朋友们 终于说 我终于要退休了 我辛苦了一辈子 从大学联考开始 这么辛苦 考到 然后在社会上竞争的这么辛苦 我终于七十岁要退休了 好了 你们年轻人该养我了吧 结果很不幸的 谁来养 是的 民国在2046年的时候 台湾的社会的人口结构 成为一个道的金字塔星 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的这一层 他其实因为活得很久 1976年的人是70岁 你不要以为他很老 他的父母可能都还在 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 在台湾的道金字塔结构里面 比较高龄的这一层 他就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社会负担的 我们这样讲 如果假设当时已经有人100岁了 所以他是1946年生的 如果1946年都活着 那你1976年算什么高龄者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 那好 那现在来了 那我们中间在支撑社会的人是几岁 应该是30岁40岁吧 差不多每个社会都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来想想看 30岁到40岁 在2046年的是什么 2006年到2016年出生的人 那我们刚刚也知道 2006到2016 每一年平均的新生应儿数只有20万 所以当这个有限的人口 这个青壮年人口 要去撑一个这么大的 这个高龄的这个社会的时候 大家的这个 我这样讲了 现在的青壮年 就是未来的高龄者 你是不是应该要在 这个年轻的时候 开始帮自己未来的 这个退休养老的钱 先做一好打算 这就是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说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 其实最应该要看的人 其实不是高龄者 应该是年轻人 应该是现在的年轻人 是的 所以看未来呢 其实我们也要观察的一个 非常大的重点是 因为其实很多人 在做退休规划的时候 有时候大家想象的是比较局限的 那如果说这个超高龄社会 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有很多 正在外头打拼年轻人 遇到这个状况是 因为家里的老人变多了 那可能是老人照顾老人 有时候会出现能力不足 那如果家里年轻人 要出去工作 就会发生说 哇不管是时间跟金钱 都相当的有限 所以变成说老人 要自己搬出去住 就变成有很多养生村 乐陵村等等 那如果要搬出去住 这个时候 现在的这个阶段 其实蛮多老人 我觉得他们是 在早期因为辛苦 有一些些积蓄 所以他们可能都可以 支付这样的费用 但是到了我们 我观察我身边的朋友 很多人其实是月公主 或者说他觉得为什么要存钱 还早啊还没到嘛 对那可能又觉得自己健康是 无余没有问题的 对保险的观念也相对比较薄弱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请教 比较有经验的策略掌 来给更年轻的年轻人一些提点 我想我们刚刚从人口结构来看起来 大概我们刚刚都讲了这个20 不要讲2046了 2025年以后台湾的高龄者就相当多了 那这个随着这个时间 再继续往下推 我们几乎可以大胆预测 全台湾以后最热门的房子 就是高龄宅了 那这件事情其实在 目前的日本已经发生了 其实我们我们讲到这个高龄宅 不要以为好像是养老 好像郊区的养老院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那即使是在我讲东京吧 东京的市中心区 其实有很多的房子 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厦 非常高级的地段 非常市中心热闹的地段 老年人也怕寂寞的 可是它就是一楼 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诊所 就是说它随时有人帮你照顾你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所以我说这件事情 当然这个是未来社会的趋势 但是无论如何 你要让自己不要又老又病 又老又病我看比较难避免 但是不要让自己年纪大的时候 很穷的话 其实你要先想好 你到底要存多少钱 要准备多少钱 才能让您到了65 70岁以后 我这样讲 万一很幸运的或者很不幸的 你要活到100岁的时候 你65岁到100岁的这35年 你的钱从哪里来 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关键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去想怎么样去存钱 那存钱这件事情 我们在金融业就会有一个东西 叫做投资报酬率假设 就是说你到底要投什么东西 才能够让帮你自己的退休老本 极大化 那在我们这个图卡当中 就有讲到这个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投资商品 事实上每一种商品都有适合的人 但是这个投资的商品 到底能不能帮你累积这个财富 就看你的报酬率 那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说你从30岁到65岁 每年定期定额存20万 那问题是 如果你这个20万是放在铺满里面 那就是没有用 你35年 还会被通风吃掉 会越变越少 35年每年放20万 到了你65岁的时候 那个就变成700万 那如果你放在银行定存 每年利率只有1%的话 我已经帮你算好了 842万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 希望你看 如果像您 一定希望能够赚到8% 8% 那所以说你就看 不管是1% 3% 5% 8% 它都会有一个 各自的一个可能性 那如果你希望赚到8%的话 那你就要去想 什么东西可以赚到8% 那绝对不是定存 也不是放在铺满小株里面 好 那如果说假设 我们再讲 如果你45年那一年 你买了一个1000万的商品 你把它放了20年 等到65岁的时候 一样 如果你 你那个1000万 是放在银行定存 你到你老的时候 就剩下 变成1220万 好像帮助不是很大 可是如果你买到一个 8%的商品的时候 它就有4600多万 所以你不管怎么看 不管你是用定期定额 或者是用单笔投入 只要是这个 你目的是为了投资 你在年轻的时候 为了这个养老 退休养老而投资的目的 我们尽量都要希望去挑战 那个5%到8%的 这个年化报酬率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那我就直接来问策略长 因为既然我们的目标数字 都非常的明确 那虽然我知道大家很多人 在市面上还是走的 比较稳健性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 想要达到8% 我觉得有些年轻人 的确也是最近因为 策略长很多这种上了节目 对于大家都有一些 理财知识的认知教育 所以其实8%应该是大家 一个终极追求目标 那什么样的商品 可以达到这个数字呢 原则上 我们讲原则上 8%其实是一个 蛮高的一个挑战的目标 所以通常来讲高成长的商品 就是高成长的市场 比较有机会符合这个 那什么叫高成长的市场 我就用比较白话文的讲了 那最好的投资呢 就在台湾 台湾的股票市场 事实上是最适合 做这样子的 这个8%的计划的 这个退休理财 在这个时间点 好像大家会觉得 不知道这是信心喊话 不是我不是信心喊话 这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股票市场呢 它是成长性 波动性都最大的一个市场 那但是呢 因为它波动性很大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危险 那这个时候就要 我们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你在高速成长 或者大幅成长的市场呢 不要发生 这个 翻船的危机 那为了不要让你翻船呢 我们就发现到 股票市场看起来很危险 但是呢 它其实有三大 必胜法则 好哦 那既然可以必胜法则 虽然我觉得 年轻人我觉得 这个法则就是没有遵守 才没有办法必胜 是的 很少人 很少人有能力遵守 因为 其实王世坚有讲 这个理性跟感性 大部分的人 都是 他说他会理性来投票 可是事实上 我觉得大家 操作上 还是会感性居多 所以我们是不是 有一些法则 我们往理性靠拢一点点 如果真的遵守的话 这些法则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数据 是的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投资台股 必胜的三大法则 而且这个法则 不是我自己瞎掰的 这个其实是根据 我们长期的统计数字看来的 第一 定期定额 第二 长期投资 第三 叫做什么 共同基金呢 其实讲的 其实是分散风险的意思 所以这个 我待会要利用一些这个机会 这个待会详细的说明 什么叫做台湾投资股市的 必胜三大法则 我再讲 我故意讲的很慢 定期定额 长期投资 然后呢 这个分散风险的 共同基金 好 那定期定额 既然要选择的话 我也知道啦 就是市面上 大家对于这个 元大 050056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那其实最近大家在看到这个整体股市的走势 也觉得说 特定的数字 其实应该要进行定期定额 只是这个定额到底要多少 有时候真的有一点点难拿捏 那我们是不是先就定期定额这个概念来做分享 我这边有做了一个图表 这个图表是根据 当然这个是假设 这个不是假设 这个商品是一个假设商品 我先讲什么意思 什么叫假设商品 就是我们假设台湾有一档 这个基金 共同基金 它是完全追踪台股加权指数 然后还原这个全息 当然全息要还原回去 然后你从2000年1月1号开始 任选一天开始 定期定额10年 这个在10年当中 你每一天都要买一样的金额 正而这是假设值 就是每年都要买 每天都要买一样的金额 比如说你一天买500块 或者一天买100块 这无所谓 那个本来储蓄就是量力而为 那我们就要看一看 如果你从2000年1月1号开始 任选一天开始定期定额 10年的结果 我先要讲 这个商品是一个假设的商品 它事实上我们台湾 好像全世界上没有存在 但是类似的商品 其实有 类似的商品 不能在法规 类似的商品 其实是有的 但是它就有一个原则 就是完全追踪 加权指数的状况 因为这样我们才算得出投报率 它的结果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说你最坏的状况下 定期定额 只要你10年以上 你都不会赔钱 你看到这个柱状图 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讲 任选一天开始 所以它就会 任选一天开始10年 所以它就会有 非常多的可能性 然后算到这个10年后 然后它的几率 豁然率 次数发生在哪边最多 就是它柱状图 最高的地方 你就会注意到 最倒霉的状况 你都会赚10%到20% 而且那个数量很小 而且我们观众可以看到 是不是30%到70%的区间 这四条是最多的 最多人出场 我发现 不是出场 是你的投报率 投报率 投资报酬率 30%到70% 这个区间是最多的 最多的 就是你任选一天开始 定期定额10年的结果 正常状况 你会赚30%到70% 这个是10年的状况 那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你投资股 投资 长期投资 定期定额 长期投资 10年退休理财 好像不够长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有 第二个 要请导播再给我们看 20年 20年 我觉得算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数字 我们请观众来看一下 从2000年1月1号开始 任选一天 我们投资这档基金 20年的结果 那当然我们现在 因为现在才2022年底 我这个资料是做到 2022年的9月底的 所以相对起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跟10年比起来 它的样本数就没有这么多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看出一个趋势 怎么说呢 第一点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最低的报酬率是80% 80%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如果是全台湾 最衰的那个人 你赚8成 而且这不是我预测的 这个是根据过去的数字 其他都是两三倍几条 我看起来 大概数字现在看起来 数量比较多的 大概在100%多到200% 这个地方 这是20年的定期定额的结果 我刚刚要讲 全台湾有2300万人 你是最衰的那个人 还有80% 你赚80% 那80%当然我们用 简单算数除一除 是不是好像已经很接近 那个5%到8%的目标了 所以说这个定期定额 长期投资风险分散的基金 为什么一开始我要讲说 这个是投资台股的必胜法则 但是我现在要讲了 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长期投资 这个定期定额 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是叫做复利 对 复利效果 就是说之所以它会有这么强的 我们刚刚讲 即使是8%的投标率 你如果每一年赚了8% 都把钱拿去喝下午茶的话 我跟你讲 我刚刚我们讲 你每一年投20万 如果每一年都真的运气很好 赚8% 你把那个8% 通通拿去喝下午茶 我跟你保证 你到了第35年 65岁的时候 你那个20万每年存20万 存了35年 最后还是700万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把 获利的那个股息的部分 再拿进去 投资 对 再投资 就是复利效果 才是长期投资 退休理财最重要的 我们叫物理上叫做重力加速度 这件事情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我常常听到很多年轻朋友 很多有一些讨论说 这个基金有没有季配息 有没有月配息 一年配多少 我都要很良心的跟大家说一下 不管你既配息越配息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 其实最好的是不配息 当然了 这个每一种商品都有适合的人 但是就算你配了息 你还是可以放入本金 再投入 再投入 但是我不觉得配息 这个频率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对年轻朋友 就是我们通常会强调 既配息月配息 强调的是什么 现金流 对 那请问现金流对谁重要 老人 可以这样说吗 已经退休的人 他希望说每个月 可以领到一定的金额 支撑他的生活所需 那我请问一下 今天如果你28岁30岁 你的现金流应该是什么 就是薪水嘛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配息呢 配那个8%对你有什么意义 配那个5%对你没有意义 有意义的其实是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 像我们支灵一样 每天都很认真的上班 感谢 这样子才是一个年轻人 在年轻的时候 该做的理财的态度 那刚才我们讲的 这种高配息 什么强调月配息 月月配季配息 这种概念 其实是为了 帮已经退休的高龄者 让他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 所以说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讲 我们刚才讲 不管你长期投资 或者定期定额 你刚刚讲 不管你投资10年 20年35年都没有关系 可是我们都永远都要记得 复利效果的重力加速度 才是帮你把退休金 拱到极大化的一个关键 你有了这么多钱 你才有能力 刚刚住非常高级的乐龄宅 对不对 至少看病不用担心 不用跟爸爸妈妈或是朋友借钱 我觉得今天 你爸爸妈妈也太惨了 你都退休了 他也要借你钱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是有这个状况 我刚才就很想讲一件事情 刚刚我们在讲说1976年的人70岁的时候 如果他的父母还在的话 是不是已经100岁了 然后那个70岁的儿子还在跟爸爸拿钱 你不觉得那个爸爸太惨了吗 对所以之前爸爸都过得很辛苦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我觉得今天策略长帮大家上了一课 因为过去我觉得在很多台股 或者是说在共同基金里面 大家都一直在讨论所谓定期定额 还有所谓配股配息等等 所谓季配息跟月配息 那在这里面 我觉得其实大家在这个观念上 也许可以做一个稍稍的调整 因为巴菲特也是有一个滚雪球理论 你雪球一定要越滚越大 如果你中间把这个外面的Snow把它拿出来 那他怎么样滚 好像还是看起来没有很大幅的成长 那另外呢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在这个定期定额 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我觉得我们工作都很忙 有时候呢 其实不要看才是最好的投资 懒人投资法 反而会让你 忽然就觉得有一个很大幅的成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操作观念 那只是说过去大家 在我们小时候 爸爸妈妈 我觉得也要请教一下策略长 因为过去我们在买商品的时候 很多爸妈就会觉得 我应该要保本 我不要失掉了我的本金 所以在操作观念上 为什么台湾到了这个西元2022年 储蓄的人口还是这么多 这个银行户头钱还是这么多 但他对于投资的观念还是真的 好像相对太保守了一点 是的 保本商品我们刚刚讲 顾名思义 他的这个报酬率都不会太高 当然也许您会讲说 是不是市场上有一种商品 这个可以保本 然后报酬率又很高 最好有两成三成 那我说那个就是诈骗集团 只有诈骗集团会 所以他会骗去其他的国家 就是说这件事情 投资市场告诉我们 这个投资报酬跟风险 永远都是对称的 就是说不可能有一种商品 是高风险 然后几乎是零获利 那也不可能会有一种 这个东西是零风险 但是高获利 那可是高风险跟高获利 在这个搭配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想的事情是 第一个 你年纪大的时候 你可以承受的风险变很小了 所以到年纪大的人 尽量要买保守型商品 年纪大的人 这个 我这个还不够大了 我讲的就大概就是 可能就是已经70岁 退销组织 对 所以所谓的保本型商品 应该是要卖给70岁以上的人 是这种年纪 反而年轻的时候 年轻人 不应该是要买成长型的商品 那你刚刚讲说 成长型商品 就会伴随着高风险 那应该怎么办 所以我刚刚才讲 我们用定期定额 长期投资的方法 透过时间把它拉平之后 你的风险就会 就会变得非常小了 所以时间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年纪 十年纪 刚刚您有讲了一个重点 可能还不够久 20年起可能是一个 比较好的这种 可能更久 可是因为我们的时间 是从2000年1月起算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算出40年的 那也许从现在开始 大家一起开始定期定额 用这个方法来试试看 也许三四十年后 你们就会知道 结果是多少 好 最后一个小问题 那就是也是帮观众朋友询问 因为策略长在这个金控 还有这个金融界这么久 您自己有本身从事定期定额 那您是怎么做呢 我自己 我自己的做法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我自己不能买卖 不移买卖股票 那不移买卖股票 那就是定期定额了 那定期定额 就是你刚才讲的 类似像这种 有些ETF 或者有一些股票 它比较强调这种 龙头股 基优股 或者是高股息 高股息的股票 通常都是基优股 因为烂公司发不出高股息 所以说就是高股息的优质的 龙头的企业 如果有这种基金 或者是这种大型的ETF 那定期定额就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那也许我可能 每隔几天扣一笔钱 那这个时间 那扣了我就当做 就不管它了 那就时间到了以后再看看 看哪一天我真的要退休的时候 再把它拿出来用吧 时间会证明这个获利的威力 所以其实看得出来 策略长的操作手法 还是年轻人的心 所以也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商品的购买上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策略 那当然在这个未来高龄老年化时代 来临之前 我们可以帮自己呢 做一个非常好的规划 也许不是一定要退休 因为我也发现说 最近我自己也有主持一些 退休相关的论坛 他们虽然都美名乐龄 但来的人都跟我差不多 三四十岁很多人都在进行 所谓的退休规划其实就是理财嘛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理财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大家都想要像策略长一样 永保健康年轻的身心 然后可以呢 再继续活跃在市场之上 希望大家可以调整一下 大家的思考方向 那最后一点时间呢 要提醒大家 不管去什么样的商品呢 投资理财一定有风险 要谨慎的判断 那每个人呢 包含了观众朋友 你要就本身的风险啊 承受程度 投资经验 目标跟财务状况来评估 那也看看说 在商品上面 自己有没有适合购买的条件 那最后 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呢 我们策略长的现身说法 也希望下一次有机会 再请到您跟大家分享 那财富自由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刘志玲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